撒姆尔记上第21章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迎接大卫 对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一人 没有人跟随你呢 大卫对亚西米勒祭司说 王吩咐我做一件事 对我说 我差派你 吩咐你去办的这事 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已经指示我的仆人在某地会面 现在你手中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的食物 祭司回答大卫 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 只有圣饼 只有那些没有亲近过女人的年轻人 才可以吃的 大卫回答祭司说 像以往我出征的时候一样 这次我们出征前 确实没有亲近女人 虽然这是一次普通的任务 众仆人的器皿还是清洁的 何况今天这些器皿 更加是清洁的 于是祭司把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 只有陈舍饼 就是那些刚从耶和华面前拿下来 为要换上热的 那天有一个扫罗的臣仆在那里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 是扫罗牧羊人中的领袖 大卫问亚西米勒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亡的事很急迫 所以我手里连刀剑或其他武器 都没有带来 祭司回答 有一把刀 是你从前在以拉谷 击杀的那非利式人 哥利亚的刀 这刀用不包着 放在以弗德后面 你若是要拿去自用 就拿去吧 因为这里除了这刀以外 再没有别的武器了 大卫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刀了 请你给我吧 那一天 大卫起来 从扫罗面前逃走 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那地的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 不是指着他跳舞歌唱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他非常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 假装神智不健全 在他们手下装疯 在城门的门扇上 胡乱涂血 又让唾沫流到胡须上 雅吉就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看 这个人疯了 你们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 难道我缺少疯子吗 你们竟把这人带到我面前发疯 这人怎可以进我的家呢